大家好我是二代写的朵拉 欢迎收看红果果亲子游戏 今天呢买了一套过家家依据系列 还没有拆封 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做一个过家家游戏 我来当医生 我们先看看包装上面有哪些介绍呢 包装上面有朵拉的图案 上面也有朵拉的图案 再看看另一面 匹名过家家系列 12年3岁以上 好了我们开始打开朵拉的玩具 拆开包装 打开盒子看看里面有哪些医疗用具呢 这是一个听诊器 听诊器的外面也有包装打开包装 好这是一个声光玩具 按一下下面的紫色按钮 看一看 就会发光 而且有声音 这是一个听诊器 这是一个用来看口腔的 按一下按钮 好里面就会有灯光亮 方便我们看到嘴里面的情况 一个体温表 好这里可以推动 推动这里呢 体温也会随着变化 这是的 37度 38度 39度 最高到39度 还有一个朵拉的打针筒 打针筒上面有朵拉的图案 后面呢 后面呢有好多爽 一共有4毫升 这是一把小锤子 小锤子的上面有朵拉的图案 朵拉和布斯 两个人的图案 一把紫色的小剪刀 还有一个小盘子 用来尝医疗用品的小盘子 好了 所有的医疗用品就给大家 全部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 做游戏咯 当当当 有病人来了 看看是谁呢 哦原来是猪猪侠 猪猪侠先生 你怎么了 你生病了吗 是的 我最近吃的糖太多了 我的牙齿很疼 请帮我检查检查 好的没问题 我马上拿医疗工具来给你检查检查 好的谢谢 这是一个看口腔的工具 这是一个看口腔的工具 猪猪侠请张开嘴啊 好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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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张开嘴啊 鲁小牙先生 你发伤了37度 看来你的蛀牙还不轻哦 你需要打针 吃药 只要你配合我 你的病很快就会好哦 好的好的我配合你 这是一个药丸 请你吃吧 猪猪侠先生 好了我吃完了 那你还需要打一针 这是朵拉的打针筒 猪猪侠先生 你要敬感一点 坚强一点哦 很快就会好咯 好了 猪猪侠先生 你可以回家哦 谢谢你多拉 再见 又变人来了 是谁呢 哦 是佩奇 佩奇你怎么了 我好像是感冒了 又咳嗽又发烧 浑身没有力气 还一直打遍体 流鼻涕 你帮我 检查检查吧 好的 佩奇 马上把你检查 一起张开嘴巴 给你量量体温 好了 看一看哦 佩奇你发烧了 发烧38度 怪不得很难受呢 还要给你看一看嘴巴 你的嘴巴也有炎症 你也需要打针 吃药 还有清醒器 也给你听一听 对 佩奇你只要吃药 打针给你的病 很快就会好咯 谢谢你 对啦 快点吃呀吧 佩奇 好了 还需要打针吗 是的 请你 趴下 佩奇 哦 我好怕呀 不用怕 佩奇 你坚持一下 就会好了 你的饼很快就会好了 谢谢你了 朵拉 好了 佩奇 你可以回家了 好 拜拜 朵拉 这期的 我佳佳游戏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朵拉 朵拉医生帮 除了小 还有佩奇 治好了病 很棒的朵拉哦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在屏幕下方 点击订阅 到我们的频道中 收看更多的视频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